大家好 我是傅琴 這次要講的是鐵鍋料理王R 頂級作戰中的比賽 在大骨杯的八強賽 有兩人因為同分一起被淘汰 所以剩下三人提早開始決賽 第一位是主角秋三將 第二位是大五日堂的洋女大骨水月 這對婦女都把秋三視為眼中丁 欲除之而後快 順帶一提 她爸就坐在評審旗上 而且還是評審長 都不怕被人懷疑黑箱的耶 第三位是布魯梅納爾 乃十三龍企業 也就是比賽戰鬥商的頭號王牌 總決賽的題目是牛肉料理 賽方備好的牛的各部位供選手使用 選手們生吃後 確定這些都是澳洲牛肉 大骨表示 澳洲牛的飼料和飲水 都經過嚴格檢查 不但安全 且最大輸入國就是日本 澳洲牛品種豐富 農場面積也大 在無壓力的環境中成長 安全又健康的牛肉 既然要吃牛肉 怎麼能不吃澳洲牛呢 觀眾們聽完後也都覺得很有道理 對了 作者在本作埋了不少彩蛋 偶爾能看到其他作品的人物出場 我來趁機考考你們的閱歷好了 請問這三個蘿莉出自哪部作品呢 因為有出的動畫應該不難猜啦 回到正題 既然限定了出場的國家 那這已經不是單純的牛肉競賽 必須做出最適合澳洲牛肉的料理才行 秋山豪邁的扛起半頭牛 布魯和水月也拿了要的部分 比賽正式開始 大骨在心裡暗自竊笑 澳洲牛大致能分為飼料牛和木草牛兩種 長期飼養的飼料牛 脂肪比例能媲美日本的雙醬牛肉 布魯和水月挑的都是這種 而秋山選的木草牛幾乎沒有脂肪 擁有最自然的味道 但偏偏日本人吃不慣 秋山開局極劣勢 秋山對大骨露出邪笑 接著將烤爐疊在一起燃起超強的火柱 秋山運用繩子和體重將半頭牛巡掛到高處 將牛放進塑膠袋裡 用鮮的器製造出真空狀態 再來放進烤爐裡慢慢等待就好了 另外兩位選手也順利的競技著料理 水月煮了三種顏色的飯 鋪在鐵盤後拿去烘烤 布魯則次將牛乾淺人調狀 炒過後再用小肉片捲起來 觀眾雖然對兩人料理也很有興趣 但最遠注目的還是秋山 秋山將牛肉從蛋中取出 烤出來的顏色比想像中難看 感覺好像也沒熟 仔細觀察 會發現秋山腳下有很多水果皮 推測秋山是讓水果打成泥後塗在肉上了 爐子烤的時候也沒點火 借助了餘溫而已 秋山現在肉上插洞 讓魯仁人深入肉中 在40-50度的溫度下 蛋白質分解酵素會讓肉質變軟 而且由於酵素的緣故 肉會變得更加香甜 換句話說 秋山在短時間內就完成了超發酵 味道相當於放置了6個月的發酵肉 割去醜油的外皮後 裡面的肉質其實相當美麗 切掉的部分將近三分之一 雖然浪費但你只能丟了吧 正當觀眾這麼想的時候 秋山抱起了這堆肉 並全部扔進了鍋裡熬煮 他細心的將湯渣給撈掉 打算做出一鍋美味的高湯 剩下的肉他則放入烤肉中繼續烤 秋山就這樣兩邊不停來回 一刻也不敢怠慢 很快三人的料理都來到收尾階段 水月將烤好的鍋巴給敲散 布姆則在處理一鍋茶色的湯汁 終於 料理時間結束 到了最關鍵的評審環節 首先上場的是布魯的騎鮮牛仔澳寶貝 不但擺盤美麗 連味道也讓評審們驚奇不斷 紛紛誇讚布魯將澳洲牛的美味發揮到了極致 首先布魯選用的是出生4-7個月的小牛肉 味道清爽跟任何食材都好搭配 包裹起來的牛肝 牡蠣 以及上面的飛魚魚子醬 每樣都很美味且協討感十足 重點在於布魯用的每樣材料都來自澳洲 正因為是同一個產地的食材 才能搭配得如此完美 此外 塗在中間的玉米糊 和蠔油風味的醬汁 都讓料理更順利的融為一體 將各種不同的味道 用整面的計算層層疊起 這次到將布魯梅娜爾的風格 展現得一覽無遺的料理 評審們都非常滿意 果斷給出了滿分 照理來說 這勢必會帶給後面的選手不小壓力 但秋山一臉無所屌味的樣子 所謂雖然震驚爸爸給了這樣的分數 不過他也沒有退縮 端上了自己的鍋巴澳牛肉粒 管其他人怎樣 只要我也拿100分就沒問題啦 評審們一開始先包生菜吃 其他的口感令他們不禁沉濕了起來 明明是牛肉料理 吃起來卻清爽無比 又脆又臭的口感更是不可思議 而這種口感的原理 正是來自於空氣 因為這料理有一半是鍋巴 包含了空氣的輕盈 且用了三種米的緣故 單鍋巴就有三種口感 這道理跟爆米花一樣 看起來滿滿一大袋 其實都是空氣造成的假象 吃起來輕鬆又有滿足感 不會對味造成負擔 真不愧是女孩子想出來的料理呢 起初先用鍋巴表現出清爽感 再用牛肉流舌強調澳中有的存在感 獨具年輕人的創意和趣味性 真是一道了不起的料理 評審們相當滿意 都很乾脆給出了10分 既不如後 水月也拿到了100分滿分 面對連續的滿分 最後一個試吃的秋三 終於是憋不住笑了 他誠心恭喜兩位選手 幸好評審的標準都很低 所以你們才能拿到滿分 哈哈哈 他邊笑邊裝出了自己的料理 把烤過牛肉放入盤中 再淋上湯汁就完成了 這就是秋三的元奧帝香濁金草牛 澆上湯之後熱氣騰騰的樣子 讓評審們很是興奮 肉也事先烤到淋上湯後剛好熟的程度 十分巧妙 那種表面功夫的讚美就算了 你們快吃吧 評審們對秋三的態度很感冒 都在心裡決定會用更一個的標準來審查 整料一口咬下後 評審們都呆住了 反應過來後表示這真的是很像牛肉的牛肉也 啊 共三小 本來以為木草牛又臭又硬想不到很好吃呢 把日本人討厭的木草牛料成這樣 確實有一套 不過也就這種程度而已啦 這種不上不下的評語聽起來十分危險 讓秋三的對手們都忍不住笑出聲來 評審們繼續邊吃邊嗆 說這只是吃起來很順口罷了 就只是好吃而已啦 肉好吃不是當然的嗎 他們嘴上這樣說 但手跟嘴巴都動得越來越快 但好恐怖喔 這料理會讓吃的人變傲娇耶 大骨也覺得奇怪 這不就是肉該有的味道嗎 可每吃一口都感覺要被肉吸進去似的 其他評審雖然嘴上都在抱怨 但言語中交流成分卻逐漸壓過澳了 再這樣下去 評審團就要被秋三徹底攻陷啦 大骨努力思考 秋三的料理究竟有何特別之處 秋三用了水果 炎炎和澳洲的牧草牛 難道說 大骨恍然大悟 情不至今看秋三 只見秋三的身後 隱隱浮現出澳洲的自然風景 除了大骨 其他評審也看到了相同的景色 不僅能改變人的性行 還能做到集體置換 這料理也太可怕了 評審也懷疑自己是不是中邪了 突然盤底浮出了牛以外的東西 看起來像是餅 總之先吃吃看吧 阿易吃下去 所有人都頓悟了 原來這料理整盤都是澳洲風味 用來進行超發酵的水果產製澳洲 使用的鹽巴也是維多利亞大沙莫的鹽鹽 秋三之所以選用牧草牛 也是想呈現最自然的風味 他還用牧草來烤牛肉和餅 讓料理充滿了野性 吸了湯汁的餅就像湯麵團一樣美味 餅裡面還加牛愛吃的香草 更加突出了牛的野性味 肉也是嚴選各部位最上漲的區域切成片 半頭牛只能做出這麼一點量 奢侈到了起點 秋三運用的手法何不如類似 但水準更上一層樓 畢竟都讓吃的人直接省油澳洲 連機票錢都省了 不可能會有比這更符合主題的料理 評審們雖然態度依然倔強 但都給出了10分 唯有大骨猶豫不絕 他實在很想讓秋三輸 但又無法欺騙自己的舌頭 就在他左右為難時 偶然瞥見了旁邊某位評審的分數 哇靠 這人竟然給0分耶 到底有多討厭秋三啊 耶 這樣的話最高也就有90分 我不用背叛自己的舌頭啦 評審群給完分後 秋三的分數顯示出來 登登 幾八分幾八分 大骨整個人都傻了 那個戴面具的不是給了0分嗎 那應該是90分啊 面具男表示 欸你說我怎麼了嗎 然後順手把顯示板上的黑色膠帶給撕了下來 我看你很煩惱的樣子 所以才推了你一把啊 大骨完全中計了 變具男很看重這場比賽 所以不允許任何人破壞 那既然同分的話就得再比一次了 這時旁邊傳一道聲音 說不用再比了 來者是戰鬥商的最高負責人和背著他的管家 管家宣判贏的人是秋三 因為把握住澳洲牛肉的特性並發揮出最大美味的人 就只有秋三而已 布魯和水月自然無法接受這判決 秋三放聲大笑 說你們的料理只是勉強100分 但我做的可是有拿到200分的價值 你們的料理缺乏氣勢 所以我一看到你們的料理端到評審面前時 就知道自己贏定了 料理在完成放入盤中時 都會有股氣勢 這氣勢不是光靠技術 味道和天分就能看出來的 唯有朝著理想 毫無名網的超級集中力 才能讓料理產生氣勢 你們的料理根本不能和我比 大骨雖然討厭秋三 但不得不認同他的話 布魯和水月也只能成敗北了 不過他們認輸是有理由的 布魯是因為喜歡那管家 知道他想跟秋三比賽 所以選擇做個四突然的好女人 水月只是想起了親父說過一樣的話 所以也提不起淨生氣了 因為爸爸是他最崇拜的人 當然 我現在的爸爸也是好男人喔 布魯知道他現在的爸爸是大骨日堂後 也同意那的確是個好男人 我覺得自己快要不認識好男人這個詞了 只能說的確是個好爸爸吧 那這期影片就到此結束啦 下期要講的是秋三與管家左成田十三的比賽 這場勝負我私心認為是第二部最精彩的對決 可是做起來會比這期累很多 需要大家點讚讚分享想和留言才做得下去 好啦有點噁心 要真的喜歡這影片再給吧 想看下期的記得訂閱我 並按下小鈴鐺喔 就這樣下回見囉 -請看探訌 нач smallest - 嗯 - 也許 - -通过十次 - 裏